北京时间8月26日凌晨,一甲第二轮尤文图斯对阵拉奇奥,凭借皮亚尼奇的远射和曼朱基奇的补射,尤文图斯以2-0的比分,取得了一甲联赛的两联胜。 美中不足的是,C罗依然没能取得生涯第一例,一甲进球,首轮连赛面对窃卧,阿莱格里将C罗安排在了中锋的位置上,但是C罗并不是很适应新的位置,踢得,也有点别扭,在场上C罗更多的是给队友位球。 下半场比赛在曼朱基奇出场之后,C罗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左路,才对球门产生了非常大的威胁。 遗憾的是,与进球师之交臂,本场比赛,可以看出,尤文图斯主帅阿莱格里,还是想找到C罗的最佳使用方法。 他将迪巴拉放在了替补席上,用上场比赛解放C罗的曼朱基奇担任首发中锋,C罗则继续出现在左路。 但是在场上这样一套阵容,并没有取得意料之中的效果,曼朱基奇频繁地拉到左边路,反而又将C罗挤回到了中路,也有可能是阿莱格里故意这样的安排。 他希望新赛季C罗可以更多地出现在中锋的位置上,所以现在几就需要总裁去熟悉这个位置。 本场比赛,C罗获得的机会并不多,一次极具威胁的远射被门将拖出横梁,还有一次门前的包抄,面对空门C罗的射门,竟然打在自己脚后跟上变成了一次助攻,跟进的曼朱基奇捕射破门。 这球只能说,C罗的运气实在不佳,从一甲的首秀开始,就有球迷注意到C罗身,穿的是尤文图斯的短袖球衣。 熟悉C罗的球迷们都知道,C罗在以往在俱乐部的比赛中,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穿着长袖的球衣比赛。 而如今在尤文图斯已经连续两场比赛这短袖参赛,可能C罗还在继续适应身上的这身新球衣和这家新的俱乐部,状态还是没能调整到最佳。 不过对于C罗这样的巨星来说,尽管没有取得进球,但是丝毫不能掩盖其在场上的巨大作用。 对方的防守球员对C罗的紧密盯防,反而让C罗的队友获得更多的机会,而且当年总裁在曼联的首例进球,也是等了9场比赛才来。 这并不影响C罗的伟大,也有球迷调侃。 C罗在曼联牛,是继承了贝特汉姆的7号,去黄马继承了劳尔的7号,在葡萄牙继承费哥的7号,去尤文接过夸德拉多的7号,表现能好吗? 作为一个球迷,我们所有人都相信,C罗会很快找到进球的方式,毕竟在关键时候,C罗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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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